大家好,欢迎来到月时工作室,我是Kenny 有时候早晨想来一杯咖啡时 不一定是要多特别的口味 一杯纯粹的黑咖啡反而是更对味 如同这次的天梭Heritage 1938 简单的复刻,纯粹而美好 亲民的价格低调而不张扬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手上这支Heritage 1938 我个人觉得是一支很棒的Daily Watch 39mm的表径不会因为太小而显得太复古 也不会像现代的表款来得那么大 11mm的厚度戴在手上以厚薄度来说算是相当适中 拱形蓝宝石玻璃镜面,具有历史感的Tissot Logo 轨道式的刻度设计 复古立体的阿拉伯数字石标以及剑形指针 搭配上鲑鱼面的设计以及洋葱头表冠 可以说是集合了所有复古风格的经典元素 那另一款眉灰色 一眼望去是给我一种百达斐力 Cala Trava 5226G的既视感 可以说是这几款腕表中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手上的Heritage 1938三针款对于追求纯粹的表迷来说 还有更多的惊喜 我们更仔细看可以发现表盘上有一个Chronometer的字样 没错,这次它就是搭载了经过COSC天文台认证的 ETA 2824-2机芯 也就是说它的精准度可以控制在日误差、振六到负四秒之间 而且是在五个方位和三种温度下都要进行测试 进而保证了机芯的精准性 虽然与当今几乎每一款天梭制造的手表都不同 并没有80小时的动力储存 而是传统的38小时 但是这颗ETA 2824-2的天文台机芯 是使用比标准2824更高质量的发条和百轮油丝 并使用了Inca Black防震系统 整体的规格都是更上一层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达到COSC认证 想必机芯的赠频是得提高一些 是来到了4Hz 是高于PowerMatic 80的3Hz赠频 所以在这支腕表你会看到更加平滑且精准的秒针运行 以26700新台币的定价 能买到COSC的机芯 用一些动力储备来交换更高的精准度 我想这绝对是一个值得的选择 除了以上两款之外 另外还有小三针的款式 厚度则是更轻薄来到了9.8mm 三点钟则是增加了日系视窗 碳灰色的表盘采用跳色的设计 搭配上银色的小秒盘 及轨道式的分钟刻度 表带的话则是搭配不锈钢的米兰带 而随附的皮表带也都有快拆的设计 那提到这次的皮革表带 我觉得质感是令我印象比较深的 整个皮革表带触感是非常的柔软 内衬的质感也非常轻浮 加上荔枝压纹的表面 也给了这支腕表更精致的风格 还有更多元的穿达可能 这几年运动表当道 若是想换个口味 对于比较斯文的表款也有些兴趣 无论是经验丰富且注重预算的爱好者 或是那些想要具有复古风格 却又不敢尝试Vintage Watch的表友 我想这支天梭Heritage 1938 会是一支入门的好选择 好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想了解更多表谈心讯 欢迎订阅月食工作室 我是Kenny 我们下次再见